沉寂多年的罗布泊可能要重新复活了 一个曾经的核武试验场 如今却能够养活亿万中国人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说到罗布泊 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 比如曾经辉煌的楼兰文明 神秘的双鱼玉佩 甚至还希望挖到遗留宝藏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 却是另外一种与罗布泊复活息息相关的关键物质 也是将罗布泊和粮食挂钩的唯一联系 罗布泊到底是如何复活的呢 可能谁都没有想到 在这样一个死亡之地下 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 甲岩 甲岩简单来说 就是一种含有甲的矿物质 但其重要产物硫酸钾和氯化钾 却是农业不可缺少的三大肥料之一 这也是罗布泊会和粮食挂钩的原因 不是因为罗布泊种植了什么重要粮食 或者是重要产量 而是因为其有更重要的宝藏 依照罗布泊夏天40度以上 冬天零下20度以下 年降水量20毫米 全年有60天以上的时间 是八级大风的自然环境 可能也没有哪种农作物 愿意在这里生长 而罗布泊的甲岩矿 基本上是以卤水层的形式存在 所以曾经干涸的罗布泊 再度出现了水资源 出现了很多人所谓的复活 只不过这水并不是一般的水 而是富含甲岩的卤水 至于为什么卤水会再度出现 有多种传言解释 一种是说罗布泊本身就存在干湿周期 如今到了湿润期 另一种说是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 不过综合来看 这两种解释应该都包含在内 再加上本身与天山山脉 喀拉昆仑山 以及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相对地理位置特性 才造就了罗布泊的复活 而想要开发出甲肥 首先就需要将甲岩矿鲜收集保存 而罗布泊因为地理原因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卤水储存点 所以我们只需要利用罗布泊本身的地理条件 就可以直接让甲岩矿储存在一起 但更困难的是 罗布泊甲岩矿中的甲和硫比例失衡 要想成功提取出甲肥 还需要更高级别的技术和工厂支撑 而这件事当时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因为罗布泊方圆几百公里之内 没有任何现代技术设备的支撑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中国对甲肥的需求量远远高于中国本身 已经探测出来的甲肥产量 所以更多还是依赖进口甲肥 而罗布泊甲肥的开采成本 却远高于进口甲肥的成本 那这件事到底划不划算呢 其实是划算的 因为这是发展问题 关乎的是数万万中国人数多年的生存 如今的罗布泊每年可以生产120万吨硫酸钾 来供全国人民使用 不仅完美保障了中国农业发展的甲肥需求 而且还实现了中国甲肥进口转外销的逆发展 所以说罗布泊养活数亿中国人一点都不为过 因为还有更多的世界人民都在因此受益 另外在罗布泊甲肥基地攻坚克难的过程中 中国工程人员还开发出了利用危险代替淡水 来生产优质硫酸钾的关键性技术 这促使我们可以用更少量的卤水生产出等量的优质硫酸钾 目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技术 纵观全球除了中国 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一片荒漠地带开发出甲盐 这次中国用独一无二的工业技术解决了我国甲肥使用难题 还极大的保障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安全 让这片死亡之海变成了生计之海 造福着后世子孙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